還未有得出街吃飯,但又不想每天煮飯,當然是買外賣 馬家貓今次又在 OpenWise 外賣自取買了一堆食物回來 都說只是用百多元,今次真是來一次窮人吃西餐 在 OpenWise 買外賣自取最忌就是心急,為何這樣說呢? 因為經常都會有Discount Code 給你入,如果你不記得入的話 笨笨笨就沒了十幾十元,今次我買這一堆食物,按個按鈕 那就便宜了20元,不是這樣也不要吧? 今天我買外賣的這一間 Beans 我相信大家都吃過 但中文我就不知道是獨豆子還是豆子 這間食物真的蠻好吃的,不過平時價錢有點貴 但現在疫情期間外賣自取有七折優惠 還有一些外賣窮人餐,你看到43元其實已經包了飲品 但今天我就吃豪一點,慶祝馬家貓友一萬個訂閱 所以就吃些貴一點的東西 未訂閱我們就快點訂閱我們,等我可以快點又吃多一餐 全部東西都有七折,我就點了個黃金蟹肉意大利粉 折了之後都是68元 68元就這樣聽起來就不太便宜,你又太天真了 原來它還包了飲品 選完飲品之後,其實還可以加多一點錢,十多元左右 也可以加多些薯條,或者乳衣甘藍泥物沙律都可以 這間餐廳的蛋糕,樣子又很漂亮 其實都挺好吃的,我之前吃過 平時要賣四十多元一九 現在跟餐再加下去,折了說,加多17元就可以賣到 好,我這張外賣單最後會砌到有兩個主菜,兩個前菜,兩杯飲品和兩件蛋糕 連同一個減了二十元的Discount Code,加上賣單都是180元 買完之後我又白白掛掛地上P-Zach看看外賣自取套餐多少錢 一個類似的餐說起碼都要二百多元 百多元的餐,連飲品都沒有,只有普通批和一個意粉 落到店鋪拿外賣的時候,門口洞了一個牌出來 即是不用在OpenWise買,就這樣落店鋪買都有七折 不過就沒有那個二十元的Code 不過先戴著頭盔,免得你們罵我 現在疫情關係,優惠經常變的 你買些錢你自己看清楚先 這間餐廳都挺環保的,你看到它的叉、匙巾、刀都是用木做的 但是切P-Zach的時候就要大力一點,刀不太離 不過有些沒辦法的情況之下,它都會用膠盒 但就黏好了一個膠盒,綠色的貼紙 就不用怕掉了蓋子 接著是時候先看看野食 這個就是加17元買的黑松露醬薯條 薯條是粗切的,但拿回來的時候都軟了 黑松露醬是很香的,份量都很多 你點完薯條之後一定還有剩的 那你記住,吃完之後有剩的,用舌頭舔乾淨它,不要浪費 這個就是加17元的乳衣甘藍泥物沙拉 整盒都是菜來的,你看到 17元給我選多次,我都會加的 因為沒理由經常吃肉,吃Pizza,吃肉瘦嗎? 加些菜均衡飲食嘛 這碗東西都可以說健康到爆 沙律醬都不給你了,用了黑醋和橄欖油給你拌 沙律的份量就不算多不算少 裝到大概半個膠盒多一點 味道方面,這些菜哪有味的? 魚衣甘藍就好像吃草一樣 你吃到的最多都是黑醋味 這個就是慢煮燒烤汁手撕豬薄餅 份量大概就等於Pizza Hut那些普通批 不過呢,你剛才有沒有留心看片? 見不見到這個薄餅多少錢? 其實價錢是64元,還是包一杯飲品 你見我呢,切來切去都有點論論盡盡 其實因為木刀真的不太理會 很難才能切開 吃進口呢,邊都更好脆 還有這個薄餅的材料很足 上面除了剛才聽到的豬 你看到的芝士之外 還有蘑菇、洋蔥 還有很濃郁的那些燒烤汁 咬開它給大家看看 其實它就是厚批來的 不過如果只是那個批口就有用嗎? 它這裏的材料都厚的 你看到的芝士看上去其實都不薄 吃Pizza有時你那些材料都要有差不多厚度 才是有味的 吃完薄餅吃完耳粉先 這個就是黃金蟹肉意大利粉 打開之後你看到的賣相也挺有誠意的 有隻蟹殼在這裏 它有什麼叫草 打開蟹殼看看有些什麼 原來裡面什麼都沒有 那這些就叫得個殼 這個意粉就叫做黃金蟹肉意粉 那這一堆東西叫黃金蟹肉 如果我給它一些中式少少的名字 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鹹蛋混在奶油再拌入蟹肉 對黃金蟹肉就蠻好吃的 其實味道都蠻濃郁 蟹肉又一絲絲的 吃下去都蠻足料 那你現在看我撂一下撂一下 就是撂一下蟹柳出來 其實蟹柳都蠻大塊的 不過大塊小塊都好 蟹柳都不是什麼值錢的東西 它有兩塊給你 再撂一下撂一下 其實原來這個意粉底都有汁 是用了雜菌和雜菌汁去拌出來 所以整個意粉吃下去的味道很濃郁 那整堆蟹肉、雜菌、奶油、鹹蛋一起在口裡 你可以幻想到那股味其實很… 不懂得說 但好吃 你看到這裡飽了沒有? 飽就糟了 因為還有兩塊甜品 剛才一塊加了17元的蛋糕 總共加了兩塊 進入盒裡挺精緻的 片頭都說過 這裡的蛋糕的賣相都挺精緻的 你會見到一塊芝士蛋糕 真的像卡通片裡面 老鼠吃的芝士一樣 另一塊蛋糕就傷甘 還有一個細心的位置 其實它每一個蛋糕我撕了出來才知道 它原來用膠紙黏住了底 那就不用怕搏來搏去 你下次如果都加這個蛋糕的話 拿的時候你嘗嘗大力點搏一下搏一下 看看會不會搏掉蛋糕 那試一下那個卡通片裡面 老鼠吃的芝士蛋糕先 按下去看看是什麼環境 按下去很軟熟的 感覺上是 它是一個檸檬味的芝士蛋糕 所以吃下去那個肥膩的感覺就很少 沒有那麼肥膩的感覺 還有它的芝士其實真的打得很滑 吃完那個芝士蛋糕 然後我們試完這個 厲害了 雙金的黑朱古力蛋糕 我們試一下又切開它 看看情況是怎樣 哎呀 跌了下桌子 它說用了70%黑朱古力做的 所以甜中大苦苦中大甜 味道是夠濃郁 最後還有兩杯餐飲 你看它放得很穩 在外賣袋裡面 你真的不用怕會倒捨 你大力搖搖搖搖都行 兩杯飲品 一杯我選了薑茶 一杯選了檸蜜 其實官方的名字比較好 叫檸檬蜂蜜 和叫做黑糖薑母茶 看到來這裡 影片突然間完了 記得留言給我們 like這條片 我們下條片要再見 拜拜